中华美食享誉世界 川鲁玉淮阳 敏浙香本邦 都在食客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中华美食享誉世界 但唯有河南省长元市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市 秉承传统玉菜的烹饪技艺 突出重围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厨师之乡 酸不见醋 辣不见椒 香不见油 这道清汤酸辣乌鱼淡汤 看似平平无奇 却将百般滋味融入其中 其中以清汤和汁的做法 正是传统玉菜所独有的技巧 河南菜的特点就是我们中国菜特点的基础 它就是五味调和 知味失踪 酸料精细 刀工精湛 讲牛之汤 长元自古就有上厨之风 1979年 年近15岁的李志顺 就被家人送到饭店当学徒 1988年到北京 跟随钓鱼台果宾馆 长元级名厨 国宝级烹饪大师 侯瑞轩学习经典玉菜 国宴菜 40多年来 他从未停止过 对长元厨艺技艺的学习 研究 创新 这人很难做好很多事的 你有一件事做好都了不得了 中国是历来都是宠上工匠的 宠上匠人精神的 许多同行都说 李志顺是玉菜文化的传承者 长元厨艺技艺的精神守望者 他的李志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今后培养了许多玉菜名厨 我在2000年开店之初 都是以实行的一时代徒 传承厨艺 坚守匠心 把我们的优秀厨艺 传承给下一代 你比如现在郑州吧 CBT超万亿了 人口超千万了 他进入国际大都市了 他所有的传统和技能 都会在民间慢慢地恢复 繁荣起来 我们这代人呢 其实有责任传承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传承我们的中国仿物中华遗产 坚守继承我们祖辈 还有我师父所讲的 把厨业当师业拿菜当命座 继承坚守 我们厨师之将 千年的上厨之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